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今天我来画这个我们家的车库前面的小阳台 然后这是一个清晨我正要出去写生 然后背着我的写生包 然后突然走出门口的时候发现 哇这个我们家丑丑的烤肉架在阳光打下去 觉得哇怎么这么美 然后让我决定今天早上我就在我们的车库画画写生就好了 所以希望我这一集可以有效的记录出 记录好那个光影的感觉 OK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非常欢迎你订阅然后按赞开启小铃铛 然后帮我分享 这会是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让我有一个动力可以继续分享我画画的心得 最近有一阵子比较没有po影片啊 其实是因为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开始回到我写生的生活 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都在家里面录制影片 我在家里面画画 然后现在我开始回到大街上画画 然后所以有一些技术上的 要录影的话 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克服 所以有一阵子没有 就没有录这样 然后其实我还是在克服这些问题 所以等一下如果画面看到歪歪的啊 然后就是可能没有注意到 因为在外面写生就比较没办法好固定 然后还要拿脚架什么的这样子 OK我刚开始现在是铺底色 铺底色我通常会上一层淡淡的水 然后就开始铺上颜色 然后通常这个颜色的根据就是冷暖 冷暖然后亮暗亮暗这样子铺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我先铺一层淡淡的土黄 这是一个温暖的阳光的感觉 然后接着我就从背景的颜色开始铺 水彩画通常就是从远处然后慢慢慢慢画到近 然后远处就会偏比较淡 然后越近呢就会越重彩 我不晓得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都有时候像我的学生都问我 就是水彩有时候怎么表达 怎么画都画不出那个距离的感觉 其实这里其实也不是公式 但是也可以大家可以先试看看这个方法 就是远处的地方就是偏比较淡一点 水分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远处的地方比较灰一点 或者是蓝一点 然后越来越近的地方就会 就会比较重彩一点 或者是颜色会偏暖色一点 像黄啊中啊红啊橘啊这些比较暖色的 就会让你的物件会往前跳 然后蓝蓝紫紫的就会让 就会比较后退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些原则来帮助 自己的画面制造出它远近的感觉 那至于怎么用我觉得还是要 要多练习 OK 现在我都是用平笔在铺这个颜色 我是个很喜欢用平笔画画的 的花架 因为我觉得 平笔在铺颜色的时候就很快 可以这样啪啦啪啦啪啦 然后就可以撇完了 好 接下来看到我用圆笔 我的圆头笔出现了 我的画笔里面大概分平笔跟圆头 那什么时候用平笔 什么时候用圆头笔呢 通常平笔就是用来很大面积的铺颜色的时候 那尖头笔 圆头笔就是我开始要慢慢进入细节的时候 然后我需要一些这个尖头尖尖的部分 刻画一些形状 比较具体的形状或是拉一些线条 那这时候我就发现圆头笔 看我现在开始有一些线条 一些笔触 这时候圆头笔就比较好用 我现在用微箱子把它擦掉 就是影子的形状画错了 所以在还没有干之前 其实都还可以把它擦掉 我现在都要画 很大块的把影子的形状画出来 这有个好处就是 我们在微眠写声的时候 阳光的变化很快 它很快就会变得形状不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在它变化之前 先把影子的形状定好位置 然后再慢慢的 后来再慢慢的修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目前我就是很大块大块的去铺一些颜色 然后避免琐碎的一些线条或琐碎的 然后texture 质 质感嘛 先避免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画水彩我自己个人觉得很重要 要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所以我们不要眼睛一直去看很多细节的地方 就你可以画得越大块越大片 那你的画面可以会变得比较有力量 然后现在是树干一些受光的地方 这个树基本上是一个背光的树 所以但我觉得背光的树呢 那个光影真的是很美 希望我可以这幅画可以充分的表达出那个背光的感觉 这幅 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个树的光影 然后它跟那个花圃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常常有人可能会觉得不晓得要画什么 那老实说我觉得其实画什么真的不是太重要 我喜欢画我身边的一些人事物 最主要是我特别有感觉 或者是我不是一个会追求大景的人 我总是喜欢画身边的小景 那会让我去决定要画它 通常不是因为它多美丽啊或什么 通常都是因为它的光影特别有趣 所以只要光影有趣都会让我想要画它 它可以是个垃圾桶或者是很丑的烤肉架 不管但是只要它有很有趣的光影 我觉得就还蛮值得画的 周深远hof 那么我们就让它们来但是 我们在我们眼前看到 我们在的关系 我们在电视频室强 有点像 我们在电视频 看电视频 我们在电视频 我们在电视频 所以這一幅畫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背景就是灰灰藍藍的 然後越往前就是比較濃色調 所以這就很容易可以這個遠近就很容易分得出來 所以其實對這幅畫的這個色調還蠻容易可以把遠近拉出來 然後先按這個刮一些樹枝 這個要在它要乾不乾的時候刮 它乾掉了就沒辦法刮 太濕的時候也沒辦法刮 其實我也常錯過那個刮的時間 你說畫忘記然後要刮的時候已經乾了 現在要畫一些這些背宮的樹枝 樹葉 一邊畫盡量不要畫太滿 因為我要讓背景那個透 那個淡綠色能夠透出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支比较拉线笔可以感觉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比较长然后比较细它很好用来拉一些树枝啊或电线杆啊的那个电线啊就可以比较容易拉出一些有趣的线条 所以通常我的水彩笔就是平笔然后大中小圆笔大中小然后拉线笔这样 就还蛮还蛮简单的的几支笔而已 现在画出那个烤肉架的影子 现在秋天了写生非常的舒服 找个树荫然后慢慢的画画觉得很享受人生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写生的话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夏天呢就是蚊虫很多 然后冬天呢就是会画到你流鼻涕 你流下来都不知道 写生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就是不管这个景有多美 因为绝对不值得你坐在太阳底下画 因为我们的眼睛真的尤其是画家的眼睛真的非常重要 有很多的写生画家到后期都是因为有眼积 然后不能画画所以在外面写生真的要很重要 我觉得第一重要不是美景 而是你要先找到一个有影子的地方画画 接下来我就慢慢刻画这个 这个 它是石头砌的吗好像也不是 不晓得是不是真正的石头 就画出这个凹凸的那种石头砌成的 这个花盆的感觉 花圃的感觉 是很有趣的 现在想办法就再多加一点层次 可是也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加过头了 不然的话会让树的那个通透的感觉不见 所以我非常小心的在取舍 很取舍 画画很多时候是要做很多取舍 然后这个有时候就是很个人的 所以每个画家他的取舍不一样 画面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感觉 好现在画顾的感觉慢慢在呈现出来 Look at the moment 现在那个花圃的感觉慢慢地呈现出来 我很喜歡這種速寫的感覺 這種粗糙的 然後沒有很唯美的筆觸 然後很隨性放下去的筆觸的這種感覺 是我一直喜歡在戶外寫上的原因 其實我也可以把它拿來室內 然後把它畫得很唯美 然後很歇實 但是不曉得 我就是比較喜歡這種比較sketch的風格的水彩畫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比較有趣 那因為它的線條沒有很直 然後也許有時候會歪歪的 但是它這些線條讓我感覺比較有生命力 所以我們可以在看這個地方 一旦看看這個在看這個地方 尤其是為了 然後就在畫面 然後再畫面 就會好 然後再畫面 這樣就像我一樣 這是一根柱子 然後他需要襯托出那個 那個花圃的那個坐牌的那個亮度 所以我在這邊琢磨了一些時間 然後背景也要有一些膠帶 他也要看得出那是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又不需要交代得太清楚 這時候我用乾擦的去製造那個紋理 就是水彩筆的水分不要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我調色盤的那個 調色的時候的含水程度 然後就畫出來是什麼樣子的筆觸 然後把它記下來 現在這個水很少就可以乾擦 乾擦 現在一些深色的地方加上去 然後整個花圃的那個暗部就透明了起來 畫畫的時候呢 盡量畫一些你看了覺得有感覺的東西 因為有感覺的東西通常畫出來都會比較好看 原來的那些是我們家種的一些多肉植物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的琢磨它是什麼樣的植物 但是就是我只畫它的亮暗亮暗亮暗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感覺 就這樣幾筆點點點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喔那是地上的盆栽這樣 所以不用畫的不用畫的太清楚 觀眾看了都會知道那是什麼 最主要我們是在畫亮暗亮暗亮暗 好 OK 這是我比較大隻的圓筆 那我開始把地上的陽光也拉出來 在畫那種地上的陽光的時候要快很準 很有自信的很快拉出來 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出現這種 比較灑脫的筆觸 那如果你覺得你沒有辦法那麼有自信的畫出這些 拉出這些線條的話 可以在別的紙上先練習一下 好 再借這個機會廣告一下好了 我即將會有我的線上課程 所以是在線上的可以 如果你喜歡我的風格的話 歡迎來參加我的線上課程 是可以跟看YouTube是比較不一樣的 你可以問問題 然後馬上會有得到問題的解答 然後我們也會有課後的批改作業 然後你可以比較能夠針對你的問題來解決 所以歡迎關注我的臉書 然後最近會會開始招生線上課程 可以先很簡單的把那個背景的建築物拉出一些線條 讓它有透視線 透視的感覺 但是這些線條千萬不要太粗 然後太深 然後你有不曉得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拉這些線條的時候也是要快 然後它有深淺 就是因為它很快速 所以它不會一條線裡面 會發現有些深有些淺 那它是很自然的 然後不要把它每一條線都一樣深 然後一樣粗 然後這樣子就 就沒那麼好看 所以第一是拉這些線要快 然後深淺不一沒關係 不要回去再去補它 現在補上一些高光 然後我覺得這個時候是畫畫最療癒的時候 就是把我的高光放上去 然後整個畫面就會覺得活起來的感覺 OK 再一次的說明 就是我的作品通常就是比較偏向sketch 一些塑寫 然後我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我走到哪兒我就可以畫到哪兒 然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捕捉我的 對這個景色的第一個印象 然後什麼時候畫完呢 就是我認為我的第一印象捕捉到了 我就可以 就可以走人 然後結束 然後可以完成 好 它不需要是一個很細節 也不需要是一個很寫實 但是它只要達到我要的氛圍 我認為就是一個不錯的作品 這個作品也差不多 這副畫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通常我用到白顏料的時候 通常就是欸 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我還蠻喜歡這一個 這個作品算是有 有成功的捕捉到我 當初那一天 我走出我的家門 然後看到這個陽光的景象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在畫畫的過程中 也覺得很很開心 然後會讓我一直想畫下去 表示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裡面 OK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作品 然後也會對你們的水彩有進步 然後OK 拜拜 注意呀 不小心 不小心 呢 損滅